白衣男子坐在机车上等人 看到对方开车来了走到对面 却被对方打了回来 从路中央开打打回骑楼拿的是枪 用枪柄打破他的头 家人赶紧出来拦阻 但是对方不肯罢手 从远处的监视器看得更清楚 开车的王姓男子停车之后就起冲冲打人 把被害人猛力踹到路边 巷口一辆要经过的车辆下的倒车离开 驾驶回头开车门拿出一把枪 做出瞄准的姿势 向被害人走过来 军起手来狠狠敲了他的头 一两分钟之后他大摇大摆上车 车子开到路中央再度下来呛瞎 手中拿着像是武器的物品 离开之后三分钟又回来理论 案件发生在4号深夜 36岁的王姓男子怀疑被害人 34岁的詹姓男子在外头说他坏话 王姓男子到被害人位于苗栗三亿的槟榔滩理论 还带枪伤人 警察到场只有口角没有枪在场 但是地上有弹壳显然不是这么单纯 专案人员研判王姓离开了三分钟 疑似前往藏匿枪械 果真在朋友的住处搜出了改造枪支和子弹 王姓男子开枪之后离开三分钟再回来就是去藏枪 把枪交给两名友人保管也被警方搜了出来 他坦诚对空名枪开了一枪 恐吓公共危险还有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移送 两名藏枪的友人也一起被拉下水 TBS新闻谢国金无数评 苗栗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BBS 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B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等你哦